小时候只有过三日才能够吃得上的打卤面 只需要接触这几个步骤 就能够想出新的高度 有家常在小胡同的面馆 把这打卤面是越做越香 因此帮员几十公里的顾客都在他家消费 所以声音太好 每天都是从早门到晚 那么一碗小小面条能够尝试什么样的秘密 下一步将会用响记教程 为您一分解 首先第一步准备新鲜五花肉两块 重量大概为一斤左右 下一步开始操作 先将五花肉凉水下锅 加入确性材料葱 姜 加入少许白胡椒来代替料酒 这样炖出来的肉汤会更香 没有异味杂味 然后用大火烧开 水开锅后 轻轻地撇掉三层糊膜 再持续从中小火炖煮个半个小时 使其充分的成熟 炖制用筷子轻轻一插几套即可 再将一起放入凉水当中进行降温定型 这样切的时候才能够更好的成型 再用漏勺过滤掉肉汤当中的长渣 便于下一步更好的使用 再将凝却定型的五花肉进行改刀切片 肉片的厚度尽量保持在2毫米为最佳 否则切至太厚过后容易导致油重胜利 下一步再往里面准备干香过几颗 一小把黄瓜 再加入摸过两者的清水 清洗掉附座这上面的泥沙 以免影响口感 清洗干净过后 再加入摸过两者的热水进行浸泡 泡发过后有助于提升两者的香味跟口感 再准备几颗新鲜的口馍 当然使用干口馍香味会更好 将其切片过后装盘备用 再准备几片泡发的木耳 将其改刀成大块过后装盘备用 再将泡发好的香菇更黄化取出 汤汁者保留 用下一步制作卤汁 这样也助于提升香味 再将泡发好的香菇进行改刀 切成二出长条过后装盘备用 再将切好的四手辅料放入开水锅当中进行汤水 烫汁个两到三分钟 烫汁断绳成熟过后出锅 下一步再准备用一辅料两颗鸡蛋 当然有条件的情况下采用母鸡蛋效果会更好 再将鸡蛋去壳过后达成蛋液 然后在锅里面加入少许色拉油 加入八角两颗 开小火将其爆出香味 爆出香味过后再倒入少许葱姜 同样爆出香味 随之倒入准备好的香菇跟黄花水 再来上两勺炖肉圆汤 加入准备好的辅料 切好的肉片 接着用大火烧开 烧开过后只需要调入手续科技生抽 加入少许红酱油布布装 最后只需要加入少许百味之手即可 因为科技生抽里面已经包含了足够的鲜味 同时火料当中的香菇跟鸡蛋也会自带鲜味 接着用大火烧开过后转中小火慢炖各10分钟 使其充分的着色跟着味 时间到了过后加入3两颗白胡椒去一真香 接着少量多次的购入欠证 这样能够防止钩得太浓稠 以及太薄 直至卤着能够被材料包得住 为刚刚好 最后淋入蛋液 轻轻推远 直至蛋液成型即可 再将打好的卤出或装碗备用 再撒上一把大葱葱花 然后在锅里面加入少许色拉油 加入干红花椒3-5克 然后用小火慢炸 小火慢炸能够让花椒充分彻底的出香 同时让香味融入到油料当中 将花椒杂质变色过后捞出很渣 再将油温升至230度 然后淋在大葱上面 让热油激发出来的葱香 跟花椒的香味进行碰撞 由此再一次地生化整体香味 然后将一起拌匀 那么色香俊全的大炉面露 制作完成 然后在开水锅当中加入面条 轻轻拨散 防止面条与面条参联 将面条组织成熟过后 出锅装碗 再盖上两勺 早已等候多时的卤 最后淋上少许卤汁 香味跟卖相 再一次得到生化 更暂时 那么一道香气飘飘 能将小孩子成哭的 然后已经打轮面制作完成 同时这么硬核 详细的制作教程 难道您还没有转发受伤起来吗 当然如果能够顺手来上一颗 免费的小红星云与支持 将更加完美 随着这么一半 那个是碳水所带来的诱惑 最后来上一口 这味道就一个字形容 最后来上一口